終於停下來了 每個禮拜這樣轟炸很累 好 然後 這首歌很有趣 我們等一下來聽一下 然後 這首歌一樣是 Otto會很辛苦 因為他這個原唱呢 原唱唱的是降A調 降A調跟降B調比較靠近 所以一樣還是Soprano跟Tenor 會音階比較好一點 然後如果你在Otto的話 你就覺得飆很高 但是也有人覺得 這樣子去挑拳吊號 Otto聽起來會比較帥 因為聽起來比較刺激 那個Soprano跟Tenor 反而都在很安全的地方 聽起來就沒有那種高音思寒的感覺 好 然後 這一首歌裡面 其實他歌慢慢的 然後速度也沒有 速度沒有太快 所以音其實是蠻容易 可以掌握到的 我放了一天 在那邊寫歌 放了一天之後 我老婆就說不要再放 我整個腦子裡面都是那個東西 非常的洗腦 對 然後 所以那個旋律很快就會掌握到 但是 比較有趣的 不在這個旋律 而是說 它是一種 賽外琴的唱法 所以裡面有一些技巧啊 有一些滑音啊 就是值得大家比較去 當你吹熟這首歌之後啊 你可以去練這樣的東西 這是比較好玩的 就是 人在唱歌的時候其實 塞了很多的小東西在裡面 那 那個 滑音啊 或是乙音啊 這種東西呢 就是 我們在吹沙春的時候 要不然就靠你的手指頭 要不然就靠你的下巴 可是 大家在唱歌的時候很自然會唱出來 但是 在吹沙春的時候 沙春不會自然長出來 你就要想辦法把它做出來這樣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 歌放一次 就是淫Case還有同學 沒有聽過這首歌的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來 我只會把第一遍放一次這樣 然後我就 第二次放的時候 我再來說明有哪一些細節 所以你在譜上面啊 只要有看到那個特別的符號啊 都稍微注意它一下 好 如果已經 如果已經聽過這首歌的同學 你可以特別注意一下 譜上面有特別的記號的地方 有很多的眉毛 眉毛超級多的 然後閃電也有幾個這樣 好 然後抬頭的這個聲音 我又寫在符上面 就是前面沒有字的地方 就是 就是這個琴的聲音 一、二、三、四 那裡的雨 也沒能流出淚 梳頭的短靜 山口的風 它陪著我哭泣 你的駝鈴聲 彷彿還在我耳邊響起 告訴我 你曾愛過這裡 多年的情 恶不醉我自己 你唱了歌 竟然我已醉不起 我願意陪你翻過雪山 穿越隔壁 和你如此而別短絕了 所有的消息 心上熱 我在可可托海等你 他們手 夾到了意義 是不是因為那裏有 美麗的那裏 還是那裏的心花才能念出 美麗的一份語 掌握外 悠悠托鈴 聲聲響起 我知道 那裏一定不是你 在美人的場處 像你那樣 冬月的可可情 在那裏的美麗的姑娘 忘記 基本上這首歌到這邊 他已經唱完所有的地方 甚至地方反覆都沒有再多新的技巧 所以我們現在來解釋一下 裡面有發生哪一些事情 所以剛剛有些同學拿大譜已經吹過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這些特別的記號是什麼東西 我們從頭跑一下 遇到特別的記號就講一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這個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字 還有一個呃 唱歌唱歌唱歌呃 所以這個 這一個句子裡面 第二句裡面做了兩個動作 一個是這個 也也美 美能留住你 所以這兩個東西 所以前面的這個美套頭的話 它應該是瑞米嘛 對不對 所以你中間塞一個聲瑞 那如果你是Soprano你是Tainer的話呢 它是手拉 中間加一個聲鬆 所以 就是半音 因為這剛好是一個全音啦 所以中間塞一個半音進來 所以你有沒有做這個動作呢 就是差一個這個 一點點的Fu這樣 如果沒有加的話 那如果把這個眉毛加進去的 有沒有聽到它是推過去的 也沒沒能留 你唱的時候很容易這樣唱 然後再來這個柱呢 柱的話呢 它上面有一個閃電符號對不對 那閃電符號啊 你看看那個閃電是先往上再往下 也有反過來的 先往下再往上的也有 但是大部分是先往上再往下的 所以 你知道它是先往上的意思嗎 就是它是股票先往上 先漲 先漲的 第一個斜線是往上的 所以它會變成是FaSofa FaSofa 那個如果是那個 Auto的話是Doredo 然後Soprano的話 Tainer的話是FaSofa 那Doredo啊 在Auto裡面很難做對不對 因為Dore要全按 所以記得我們那個 這個Rae有一個作弊的Rae就是 你按著Do不要放 按著Do不要放 然後那個 我們這邊左手啊 虎口是Rae嘛對不對 然後虎口轉過來是深Rae對不對 那當你要用中間的Do作弊的時候啊 你要用深Rae這個Rae 它比較準 如果你用旁邊這個Rae的話 它只是滴了一點點 那中間的Rae可能會高一點點 但是至少它比較接近 所以變Doredo 你用你的那個食指啊 食指的這個 最根部的這個指節打一下 最上面的這一顆 這邊有三顆 上面的這一顆是深Rae 它Do不要放 打一下 它就會有Doredo Auto的話 Auto的話 Doredo 你可以用這個去作弊 就不用這樣Doredo 這樣Doredo很難按 可以嗎 可以嗎 最高的這個深Rae鍵 嗯 對 如果找不到的話 旁邊同學互相確認一下 Doredo 所以 Do按著不放喔 Do按著不放 然後用你的食指打一下 最高的這一顆深Rae 最高的這一顆 這三顆 Rae 深Rae 這個 最高的這一顆是深Rae Do按著不放 然後用你的食指打一下 那個 大家可以試一下 看你有沒有做出來 如果你沒有做到來 Doredo的話 旁邊同學問一下 Doredo 有沒有做到 有沒有做到 然後 只有中間的時候 一點都 一點都要做一點Rae 一點都要做一點Rae 才用這個方法 高音不用 兩點都是直接就是Rae 兩點都是直接是Rae 沒有這個問題 中間的 一點都要接一點Rae的時候 有嗎 都找到了嗎 這個一定要做喔 要不然你憂鬱到Doredo做不出來 好 然後回來 所以 這一句 第二句 也沒能留住你 也沒能留住你 如果你把這些技巧性都做出來的話 它會像這樣 那個閃電其實很快 不要做太久 太久會聽起來 那個拍子會被拖到 所以 所以 閃電波浪其實很快 Dala Dala 很快 好 然後再往下 看到 閃電波浪 他陪著我哭泣 然後這個主要是拍子的問題 他陪著我哭泣 那個我很小 他陪著我哭 我哭 所以 Fa 那個 Dore 那個第一個 Reso Dore Dore 那個後面的哭是有轉音的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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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練其他這種轉音 轉音的中間就不要點舌頭 其他地方要點 所以 所以那個 哭的這個音轉音的地方 小心一下就好 好 下一句才是比較刺激的事情 你的駝鳴聲彷彿還在我 好 先聽到這邊 所以你會聽到 駝有往上的聲音 然後後面聲有往下的聲音 你的駝駝駝 有沒有 所以那個 往上的時候呢 這個 原來你是 La La Do 對不對 然後如果Otom的話 你是La La Do 你要補一個C 那 所以我們要想一下 不要用前面的這個C 不要用前面的C Do 不要用前面的C Do 你要補D的話要用這個D 還記得嗎 如果你是那個Auto的話 你要補C Do的話 不管是中音的C Do 高音的C Do 你要變成是La La Si 然後補這個中間的D C Do La La So 所以你後面那幾個D就全部按這樣子喔 不要放掉了喔 不要想說 閃電波 沒有閃電波 按下去是Do 那這三個Do 就一直這樣切把它切完 然後 如果你是 這個這個這個 如果你是Soprano的話 沒問題 你是8而已 8 如果是Auto的話 La La Do 然後 第三個那個Do的時候 有一個往下的音 把下巴放掉 La La Do Do 這個動作呢 Auto好做 Auto在比較高的音 Soprano或Tenor的話 你在比較低的話 很難做到很大 對 但是Auto在這邊 就可以做得 非常的邀氣這樣 對 好 所以這個是那個 眉毛的動作怎麼做 通常我們往上可以用手做 往下的話 你通常是用下巴做 只有等一下 有一個往下的動作 是用手做 等一下會出現 好 然後這句要小心喔 就是 這一個 那個 你曾來過這裡的音啊 只有第一段這邊的音 是這個結構 後面的結構都不是長這樣 所以這等於是A段 第一次的A段 它的結構不一樣 巴瑞 巴收 都瑞加收 這個是 都啦 都瑞 收拉 發咪瑞 只有這句是這樣唱的喔 後面的結構 後面幾次反覆都不會再回來這裡的 所以這句一定要吹對喔 好 要不然後面都不會再吹到 你這句就擺臉了 這句一定要吹對 好 再往下 就會是反覆的東西 這個我釀的酒開始 它等一下反覆都會從這邊進來 就不會再回到那夜的這個句子 所以反覆是從十三小節開始反覆 這邊有一模一樣的對不對 這剛剛已經講過了 就是這個閃電符號 好 繼續往下喔 然後注意一下 就是它的抖音 你聽到起 你聽到嗎 它的抖音的頻率是這樣 所以這首歌裡面 你遇到長音要做抖音啊 都是這樣的頻率這樣 咿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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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魚的那種頻率 對 對 對 好 我願意陪你放過雪山 唱月隔壁 哇 這邊很可怕 這邊有連續有三個往下的 發發發 不是 拉 都 都 拉 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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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個 都放下巴 好 這個很特別 最特別的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是賽外的這種 中國的民歌裡面很常出現這種唱法 唸過鼓琴的人一點都不意外 這個 所有的消息 那個 都 都 拉 都 瑞 瑞 瑞 你會發現瑞上面有很奇怪的眉毛 很少看到這樣的眉毛 那個音是在前面往上 上面下來的 所以 如果由下面往上上去 你看我們很多的時候我們會唱 所有的消息 我們都會由下往上唱 但是這個很特別的是 所有的消息 消恩 很特別的這種唱法 這種 民歌的唱法 賽外的唱法 民謠歌 不是那種大學成民歌 不是喔 中國的民歌的唱法 那鼓琴裡面有很多這樣的這種唯音 那所以 所以這個很特別 這是一種 你可以把這個聲音做對的話 聽起來就 很有那種賽外風格 那一般我們會做的 一般我們如果要做這個符號的話 我們常常會做這種往上的音 它變 就是平常我們會做的是往上吹對不對 變補一個聲發 可是呢在這邊補聲發的話聽起來就沒有特殊性 如果就是 如果是補一個往上的這種沒有什麼特殊性 聽起來就很普通 但是如果你倒過來做一個由上往下的話 它變這樣 那個隱音不一樣 但是做出來的風格完全不一樣 所以很少 很少遇到這種由上往下的隱音 它通常就是這種特殊風格的時候會用到 所以這個把它做對的話 你會把這種新疆 是新疆嗎 新疆 新疆 弟弟很差 新疆 這種賽外的風格做出來 它就會有這樣子的隱音 所以這個音是特別要注意的 只有這個音是倒過來做 等下後面還有 等下後面還有這樣子的動作 但是就只有這幾個音 尾巴的音是這樣做 往上往下 到這個 注意一下這個心上人 這邊這個心上人 中間是兩條線對不對 简補也是兩條線 所以有一個S在這裡對不對 所以等一下要反覆的時候要注意 要回來這裡 所以記得這個位置 好 現在要進副歌了 好 心上人 我在可可脫海等你 發雷水 你夾到了伊 好 這邊有一個很特別的 你夾到了伊伊伊 這邊很長 發阿蘇 你們是 看一下 你們是 那多多瑞 啦 所以瑞往上放去 後面要放下來 一個暈 前面上去後面下來 搞死你 累死你 好 在我們後面 是不是因為那裡有 累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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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邊這一段 他就已經跟後面這一段的 那個句子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改了歌詞 所以後面這段這個 展房歪 跟前面的心上人 有沒有 他是一模一樣的 他把這個東西重複唱兩次 但是用了不一樣的歌詞 展房歪 他又有托鈴聲聲響起 我知道 那一定不是你 再沒人能唱出 像一把羊動人的歌曲 再沒有 那快迷里的姑娘 讓我來忘記 然後最後面這個 讓我 讓我難忘記 有沒有 這個往一模一樣 跟剛剛前面那個 那個消息的那邊是一樣 做往下的 那就是這個 從上面下來的這種 加上面的半音的語音 好 然後再來就是 進一段的這個 中間的這個肩奏 來吧 來吧 所以這邊的反覆比較大 所以現在是反覆記號 剛剛在那個 讓我難忘記 奇怪 怎麼用唱的 用唸的唸不出來 這邊有個一房有沒有 沒有看到上面寫一個一房 一房下來之後 所以先禮的是反覆記號 對不對 所以我釀的酒 會回到這個三小節這個 這個有歌詞 所以你可以對得出來 我釀的酒 不是我釀的人 太可怕了 我釀的酒 所以我釀的酒 會回來這個十三小節 往下 也根據了所有的消息 青山人 我在可可托海等你 他們說你夾到了一零 是不是因為那裡有美麗的那裡 還是那裡的喜歡才能念出 你也有的那裡 長髮外 永遠過你聲聲響起 我釀的那裡 我知道那裡並不是你 最美月對喔 剛剛要講1200 冬月的歌迹 在哪里的美丽的姑娘 让我忘记 心上 好 对 大家注意哦 在这边呢 第二次 等于是现在反复接到回来 对不对 所以刚吹的是一房 现在反复接到之后 要跳二房 所以三十五小节 第二次你吹到三十五节 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 让我难忘记的时候 要跳到四十五小节 四十五小节 只有一个小节之后 就飞走了哦 所以一定要小心 要不要飞到哪里去 这三十五小节 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 跳四十五 让我难忘记 马上就接 心上人 跳回来二十一小节 找得到吗 所以 第二次的时候要小心 第二次要小心 三十五小节下来之后 跳二房四十五小节 然后四十五小节 一个小节之后呢 就回到二十一小节 双线在那边 亲相忍 就回来人这里 好 好 男人 我在可可托海等你 他们说 你交到意 是不是 是不是因为那里有 美丽的那里 还是哪里的心花 才能念出 美妙的甜蜜 绽放外 摇摇破铃声声响起 我只能 我只能 那一定 不是 你 在 雷人 能唱出 像你那样 和 你的歌曲 摇摇破铃声声响起 回忆你的歌 让我 很忘记 好 这边虽然 就算你看错 也不会有任何的危险 好 就算你又吹了一桶也没事 但实际上并不是 三十五小节之后 是跳到这个 四十六 因为有一个 to coda 刚刚s用过 second用过 现在就用coda 所以三十五之后呢 这一次 最后一次 所以他要跳 四十六小节的 让我难忘记 所以 虽然没有关系 但是是一样的东西 四十五小节 四十六 四十六 三十五之后跳四十六 然后就结尾了 嘿嘛 所以 这首歌 就把所有的反复记号 大概最复杂的 正常最复杂的 反复记号用出来 所以 第一次的反复记号 先一方 然后反复记号 然后 反复之后呢 二方 二方之后 s s 之后 toda 头已经很痛了 都找到吗 都找到吗 如果 没有找到的话 可以问一下旁边的同学 一定要把这个 反复找到 要不然会不会要飞进来 对 就像我们现在 往回去吹其他的歌的时候 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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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发现有些歌 开始大家反复不知道去哪里 这样 对 对对对 今天的计划是这样 就是等一下讲完这个歌呢 然后跟大家吹几次之后呢 就 先让这个 中间就不休息 我们直接让那个 要表演 今天还有排表演同学吗 有 有嘛 直接让表演同学 表演完之后啊 我把它录起来 我后来发现这样比较好 就是 我那个讲评的部分呢 我把它 我录起来之后 我回去呢 一个一个人 一个 或是一个一个团体 我把那个 评语呢 line给你 好 这样比较好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这样我可以回去看影片 好好看之后 把所有的问题找出来 跟你说 好 然后 然后 这边的时候就尽量让大家吹 然后 然后这个 表演完之后 我把它录起来之后 这个我回去处理 发展给你 然后呢 我们就把 这个学习所有的歌 把它从头到尾杀一次 对 我跟大家一起把它杀一次 对对对 杀个开心 最后一次上课一定要操死你们 哈哈哈 因为我也要练习一下 哈哈哈 好吧 今天今天要让大家吹到开心 对 好 所以 对对对 那今天呢 就是 特别拿 特别拿Seprano来吹 顺便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乐器 就是 萨克斯丰啊 正常来讲呢 除了这个 除了我们正光游 很特别的Seprano之外 一般是看不到Seprano的 你要有足够的财力 才会看到Seprano 哈哈哈 对 那个 上次有人呢 就打到店里的时候跟我说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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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老闆就查一下跟我說 是你那是三十幾萬 對對對差那麼多也就差那麼多 因為那個產量很少很少 所以他產量很少就變得很貴 然後我就趕快打電話給他說 對不起我錯了三十幾萬 然後就跟我說有沒有二手的 我說沒有 這種東西去哪裡找二手 因為太稀有這樣 Separ Nino 那個你看我經過那麼多學生 吹了二十幾年來 我第一次看到就是在正光手上 我吹了快三十年 我第一次看到Separ Nino 看到真的東西 太可怕了 二十年沒有是不是 對不對 所以大家如果正光我帶Separ Nino來 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 因為你到別的地方都看不到 你可以出去很屌的跟人家說 叫什麼我們班有Separ Nino 你班有嗎 這樣 絕對沒有 那就是高音的樂器啊 高音的這個樂器 以前在二十年前是完全沒有人知道 它是什麼 二十年前大家比較知道的是樹敵 所以人家說 哦 金屬的樹敵耶 我記得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就是這樣 我看到什麼新聞 我高中的時候看到一個新聞是 鍾正濤 那不知道誰送他一支 金屬的樹敵 就在報紙新聞這樣寫一看 哇 這是Separ Nino Separ Nino 然後那時候的人不知道Separ Nino 那現在的 我跟你講最近更好玩 有人到店裡面看著樹敵就說 哦 黑色的Separ Nino耶 經過二十年之後 完全翻轉這件事情 已經沒有人知道樹敵是什麼 超級可怕對不對 對對對 但是有沒有金屬的樹敵 有 其實有 其實有金屬的樹敵 整支鍍銀的 吹起來 會不會像Separ Nino 不會 它還是像樹敵的聲音 因為我們認識一個團體 他們有收集這個東西 我們看到金屬的樹敵 本來想說吹起來 會不會像薩松 完全不會 它就是樹敵 對 最重要的問題是 它的管徑 管徑的不一樣 管徑的設計不一樣 就算它變成金屬 它還是樹敵的聲音 那 那 講一下Separ Nino Separ Nino 不一定只有直的 Separ Nino 也有做彎的 對 然後 像這個 Yamaha 有直的 也有彎的 然後Yanaki Sawa 有直的 也有彎的 但是Selmo呢 如果你看到彎的 絕對是假的 Selmo從來沒有做過彎的 對 最近假貨才太多 太可怕 然後 但是呢 Separ Nino 原來呢 如果你有看過天忍劇的話 很多人吹Selmo 因為Kennigy 我也是 我小時候也是 對 高中的時候 然後就會覺得 欸 為什麼它台很高 你看 你看 你現在如果要吹你的Auto的話 你的吹嘴的位置大概在哪邊 吹嘴的方向大概在哪邊 你就會發現 你大概在吹Selmo的時候 你的吹嘴 大概是 直往前往下 大概15度 10到15度左右 那有的 有的人呢 可能是速低轉過來的人 他們會把Selmo往後轉 可能低到 25度到 30度到45度 所以有的人吹Selmo 沙通會 有的人吹Selmo 會這樣吹 往後 它的吹法就是氣往下 那我通常是比較 可能之前吹過速低 或是吹過類似的東西 氣往下 那但是沙通其實是一個 大概往前面 然後往下15度的 所以如果啊 這是一個 所以它有兩個脖子有沒有 它有全直管跟彎管 所以如果它是 它今天是一個 如果它是一個全直管的話 像你看KDG在吹的時候 如果你就看它的海報 KDG的海報吹的時候 都是還這麼高的 嗯 它是這樣吹的 對 因為這樣才跟你歐頭的角度 是一樣的 對 不會這樣吹啊 好像胸跳 15度 但是會不會變成這樣吹 不會 這樣吹是速低 好 所以它會這樣吹 但是這樣吹呢 你會發現它 非常不人體工學 它整個手是飄著的 然後你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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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 沒力下 所以呢 在這個 馬克6 跟802 所以我們在這兩個時代的時候 做的是全直管 真的是長這樣 所以你看KDG那隻啊 頭沒有分 它沒有辦法把它掉 它直接就到這裡 那我們叫全直管 那全直管 也有人現在可以做分管之後 他還是吹全直管 因為他覺得這樣的傳動比較好 它其實聲音會稍微亮一點點 聲音會稍微亮一點點 那 變成彎管 變成一點點的彎管之後呢 我就 因為這邊已經有一個角度 我就不用抬到 不用抬到什麼高 我大概抬這樣就可以了 那你便想說 這個角度到底是怎麼算出來的 這個角度算的就是這樣 你看喔 然後 就這樣腿 所以這樣腳就比較不會算 所以如果你吹彎管的時候啊 這個吹法就是這樣 先這樣拿起來之後 然後靠起來 然後你就可以把手靠在胸部這樣 對 男生比較適合 如果女生胸部大 還是太高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胸部我不知道 對 但是我剛好是可以這樣靠著的 這樣 這樣就比較省力 就可以靠著這邊 對 然後 基本上這個 我自己有四肢 就是給高音 中音 刺中音 跟 我刺中音賣掉 然後跟上丁四肢啊 其實我最討厭的是 不是討厭的 應該是說 因為我覺得它最難吹 因為我覺得它最難吹 因為難吹的原因是 因為第一個手會痠 然後 所以現在有人去吹小龍管 小龍管就會好一點 小龍管的角度更大 然後你就 比較像Auto的吹法 就比較不會那麼痠 但是比較大的一個原因啊 我們有講過說 為什麼Auto啊 我們要叫大家做 下巴滑音 再拉一張來做 為什麼 因為 當拉 開孔了之後啊 這個 上面就 這邊就會開起來 對不對 然後薩斯文有一個特性 就是 當你的開孔 越接近你的嘴巴的時候 你可以做的變化就越大 所以我們在高音 大家知道 所以剛說 這首Auto 可以做的很模型 就是因為 你的下巴這樣 你可以滑得亂七八糟這樣 但是 這個問題出現在Seprano的時候 就很可怕了 因為Seprano 上面的 這一半邊啊 的 開孔 都跟你的嘴巴很近 所以呢 你只要嘴巴一動 它就飄掉 嘴巴一動就飄掉 所以 有人就說 那個Seprano啊 買Yanaha的音準比較準 或者是買什麼 Yanaha的聲音比較準 然後買什麼 Samo比較準 我講沒有 因為他們會靠你自己的 沒有一支音是準的 對 它只要嘴巴動了飄了 或是壓了 或是鬆了 它的聲音就飄來飄去 然後整個吹彩就很模型 對 就有人就覺得說 哇 為什麼Seprano很容易吹彩像索納 對 因為你的嘴巴要飄來飄去 然後再加上就是 如果你用了太薄的黃片的時候 那個Seprano就更像索納 對 所以一定要用薄黃片的時候 要特別去調水嘴 或是特別去調嘴型 要不然的話 聽起來就會 鎖難 對 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 然後它的音色也是跟原來正常的沙松差最多的 它其實很不像很不像沙松的聲音 它其實比較像歐國混樹笛 或是歐國混長笛的聲音 對 對 沙松在最大支跟最小支的時候 其實比較不像沙松 如果 以美國來 以歐美來講 他們認為最像沙松的聲音是Tainer 最沙松的聲音是Tainer 然後 AUTO就已經 開始比較不像 那Seprano是很不像 然後 基本上那個 就是最上面之跟最下面之 這兩支的聲音 其實比較不像標準的沙松 像 最大支的拔力動 形容詞是比較像大體型 它聲音出來應該是像大體型的聲音 對 好的 所以 但是 就是 因為那個 我前幾天練AUTO練得太兇 把嘴唇練破了 所以今天只好拿Seprano來吹 因為只在練這種很魔性的東西練得很高 所以後來發現嘴唇破了 才是 好 對 我把這首歌 用Seprano吹一次 然後 等一下大家待起來吹 看看有沒有什麼 裡面如果看到什麼技巧 有問題的話等一下可以討論一下 我吹 吹半次就好 因為反覆咒是一模一樣的 對 然後 我們這首歌啊選的是跟原唱一模一樣 原唱就是 目前早上原唱就是王琪這個 他也是寫這首歌的人 然後他唱的是降A調 但是你在網路上 或者是說 有一些 我昨天有跟一個老師說 老師你吹的那個可可透海的墨洋人嗎 他說 你怎麼現在才問我 我已經吹了兩個禮拜了 然後上次有一個老師 就上個禮拜問他說 老師你吹可可透海的墨洋人嗎 他說我不要吹這首歌 大家都吹這首歌 我不要吹 然後昨天他就吹了 他說因為大家都吹了 我不好意思不吹 這首歌很奇怪 就是最近所有吹沙中文都吹的 不吹也不好意思 好 太奇怪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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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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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